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3个人以组法定的人数 我们现在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 报告事项 一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及地点 业经提报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报告决定照案通过在案 二宣读第十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 一号委员黄国书二号委员张廖万坚三号委员吴思瑶四号委员林一锦 五号委员吴立华六号委员范云七号委员赖品渝八号委员陈秀宝 九号委员高金宿美十号委员林一华十一号委员万美林 十二号委员郑正前十三号委员李德韦十四号委员高洪安 宣读完毕 好我们要进行选举那么在选举之前呢我先做临时的招委 在这里我们先欢迎几位新近的委员给他们鼓励掌声欢迎 好我一来介绍我们首先介绍林一锦委员 林一锦委员对不起抱歉林一锦委员 吴立华委员 吴立华委员欢迎是我们三地原住民立法委员来自于屏东 也是卢凯也是长期在教育的工作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继续我们欢迎范云委员 继续赖平云委员 陈秀宝委员 继续欢迎万美林委员 赞赞钱委员 李德违委员 还有一位高洪安委员 欢迎 感觉好像女性委员比较多 一直以来教育文化委员会 我们大家都非常相处得 非常的愉快 希望我们这个会期 希望这个会期 我们在教育文化委员会 每一个委员都能够 也是非常的愉快 作为在立法院 最好的表率 也让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清楚知道 如何非常理性的对话 谢谢 好 我们现在进行选举事项 选举本会起的本会召集委员 依照召集委员选举办法规定 并且经过各党团书面同意 我们以推选的方式进行 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 宣读各党团的同意书 推举书 本院民进党党团推举 黄国书委员为 历时届第一会期教育 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 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 柯建民 郑运鹏 钟嘉斌 自依据立法院各委员会 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 相关规定 本党团推选 高金苏美委员为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 此至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蒋万安 林维州 本党同意第十届第一会期 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 由民进党推选 黄委员 国书 国民党推选 高金委员 苏美担任 此至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台湾民众党高宏安 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委员 对以上的宣读有没有意义 好 没有意义的话 我们就让他通过 再次谢谢国民党团 愿意来支持我 谢谢 谢谢 现在我们宣告推选委员 结果如下 高金委员 苏美 还有黄委员 国书委 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 教育和文化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今天的议程我们也进行完毕 现在散会 谢谢 再一次谢谢国民党团 感谢我们的首席副书记长 感谢召集委员黄慧舟 蒋万安 以及书记长 谢谢 也谢谢国民党团的 四位立法委员你们的支持 谢谢 谢谢